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中东沙漠到热带丛林酒精沙场 它曾背负骂名一战被毁上千辆 却是兵器行业第一个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 今天露露就和大家聊聊传奇的六九式坦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面对北部边境日益严峻的防卫压力 中国陆军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应对对手的钢铁洪流上 在机械化战争时代 最好的反坦克兵器就是坦克本身 解放军手头配置简单的五九坦克 显然难以担此大任 在这种环境下 1963年新式中型坦克正式下达研制指标 指标要求新坦克配备100毫米滑糖炮 增强发动机马力 并且还要装备夜视仪和激光测距仪等设备 在1965年就已生产出样车 因此69坦克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 是苏联T62的直接防制品 热衷于给69找跌的 无非是1969年缴获的战力品上 装备着红外大灯和115毫米滑糖炮 不过受制于当时国内工业技术限制 首批样车在测试中 除车体外几乎所有系统都存在不少问题 尤其是红外夜视仪和激光测距仪 珍宝岛自为反击战缴获的那辆T62坦克 在送进博物馆之前 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刑警坦克的研制工作 1974年 十年磨一舰的69坦克正式定型 标志着中国坦克正式走上自主设计研发的道路 然而在大家的印象里 这一班69坦克既没有大规模列装解放军 滑糖炮好像也不是出口明星的标配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小批量装备部队后发现 弹药工艺不过关 造成69坦克的100毫米滑糖炮 精度威力均不及59坦克的同口径线糖炮 炮管内还极易产生火药残渣滞留糖 需要不断擦拭 当过坦克兵的都知道 这是多么痛苦的一项工作 1981年在适合线糖炮发射的脱壳穿甲弹研制成功后 69式坦克改回线糖炮 并对火控系统进行了升级 这就是为人熟知的692坦克 692在火力、机动性、特别是夜战能力方面得到大幅提高 80年代意图称霸东南亚的越南军队想必对此印象深刻 1988年泰军将引进中国的692坦克 调制东北部前线与越军交锋 36吨重的69坦克在河流密布 稻田纵横的东南亚地带行动自如 出勤率比美制M48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此外按泰国的说法 69坦克的火炮威力 当时的东南亚地区没有任何一种装甲车辆能挡其一击 借助692坦克的夜视器材 一到晚上 太军就将其开到越军可能渗透的通道上巡逻 步兵则驻守在有机枪、排击炮掩护的堡垒里 形成动静结合的防御网 越军最擅长的偷袭行动被有效遏制 692问世之时 中苏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已经化解 692相比同时期的T72升至M60A3也没有优势 失去国内订单的69坦克仿佛注定昙花一现 但就在此时 万里之遥的中东爆发了两一战争 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争 因双方死板的战术很快变成一场消耗战 手握石油的大户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国 1981年5月 北方公司签订了一项坦克车辆的出口合同 其中包括2860辆692中型坦克 限时三年时间完成 不过合同规定 当年就要首批交付100辆 还要同时完成20余项技术改进 并在三年内完成总订单 平均每年900辆的产量 远远超出了617厂原油产能 总工作量达到原来的1.9倍 中国兵工人并没有为难到 617厂的老一辈兵工人夜以继日 最终实现了月产100台的产量 据说中途为泰国赶订单时 还是分单双号为不同用户生产 69坦克在当时不仅创造了十多亿美元 国防工业急需的外汇 更锻炼了中国军工平转战的应急能力 海湾战争中 伊拉克陆军装备的69坦克被击毁上千辆 一时间极大影响了中国坦克出口的声誉 众所周知 战后中国专家现地调查表明 多数坦克是被人为一气后被摧毁的 诚然 69坦克面对第三代坦克生存力堪忧 但也绝非西方宣传的那样不堪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 69坦克在战况最激烈的纳西里耶之战中 再次出马 四辆游走城内的69坦克 一度挡住了美陆战二师的进攻 我们不能强求60年代设计的69坦克 去打赢一场跨代的战争 但开创中国坦克自主研发道路的69式 理应得到正确的评价 不久前 解放军59式坦克演练取射攻击 14公里外集群装甲目标 在体系完备的情况下 老式坦克也能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对比之下 这才是69坦克海关之行的最大意义 请打开微信搜索迷彩虎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与虎牛真人互动 还要忘记精彩视频 不管你有什么疑问和建议 都可以和我交流 创作不易啊 别忘了点赞和打赏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